我們再繼續這個話題,當石板先生得到一個新的訊息的時候,你會用什麼樣子的思考流程?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因為我們做媒體,我們整天要判斷,如果出現一個大事情的話,這個是真的是假的。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個判斷假新聞的方法。 第一呢,所有的新聞,我們受過我們媒體的職業訓練的話,一定要有5WEH,就是時間地點,各方面的5W,大家都知道EH怎麼樣。 這是新聞的六大要素,我們寫文章的時候,有的時候,暫時這六個要素還湊不齊的時候,可能先空著一兩個,先把消息發出去。 但是說,我們一定在第一時間把這些東西堵上。 那麼如果說,你看到一條新聞,這六個要素不全,而且過了好長時間還不全,這個一定是假新聞。 比如說,這次美國大選的時候,有人傳出,在德國的法蘭克福,美國的軍隊去襲擊了一個選舉的一個什麼,然後打死幾個人,把一些選舉的作弊的證據拿回去了。 這條消息傳出來,第一天我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到了第三天,這六大要素還不齊全。 到最後弄不聽主語是誰?到最後弄不聽時間是哪一天? 這種消息就可以看到是假的。 還有前不久傳出,朝鮮的北韓的金正恩死,死掉了。 這個也傳了很久。傳了很久的話,也是當你看到,已經過了兩三天了,這六大要素還不齊全。 這個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個假消息。 所以說,類似這樣的消息,現在往後非常非常多的,我們盡量不要被騙。 嗯,瞭解,沒有錯。這個宅長的學生也可以記得,這樣子的思考故事可以是用在自己的研究上。 呃,那斯坦先生能不能想出人生,某一兩件事情發生了,對自己的價值觀的衝擊或是影響非常非常大。 像這樣我舉個例子,我高中的時候,我多讀了一年高中。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我有一年是完全能去上學,就每天流到街頭。 嗯,出去也就是打打籃球,打打撞球,然後,就是做一些不正經的事。 可是,這一年讓我,思考了我人生很多事情。 我不需要每天聽老師在那邊對著我吼,對著我叫。 我就思考說,我今天做的什麼,我做的對不對,我覺得我該不該延續。 所以,這一點對我的認真,講師管的形成,很重要。 那斯坦先生有沒有類似這樣子的經驗? 也就是我,比如說我剛到日本的那第一年,日語也聽不太多。 然後,在學校裡,就是說,學習也跟不上,學習成績也很差。 那一年的話也是,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苦惱的一年。 但是,也是思考了很多很多問題的一年。 然後,後來我大學畢業以後,沒有立刻工作。 然後,我到松下正經署去讀書,繼續讀書。 這個也是,也是非常不安的一年。 就是說,脫離了日本的主流社會,就是多大年級。 所以,日本的很奇怪。 日本的,如果說你大學畢業去美國留學,拿一個博士回來, 就在日本,不是加分,是減分的。 因為你要22歲,畢業以後,直接找工作。 你找到工作以後,如果你做官僚,是做高級公務員的話, 公務員會派你去讀書。 這樣的話,會不會當作。 否則是你的年齡跟你的入社的時間不合的話, 本人會吃虧的。 所以說,我到松下正經的時候,耽誤了三年了。 那三年的話,其實,又不知道,到底該這個地方有什麼好處。 天天在思考,天天晚上睡不著覺。 但是說呢,這種不安,其實是讓人成長的一個最後一個途徑。 當你有很大的不安,每天在煩惱,每天在思考的時候, 你會看的東西比別人更遠一些。 你會把自己,更客觀的認識自己,和更客觀的認識這個世界。 我覺得,這兩個階段,對我來說是最承擔的。 我跟司法先生的經驗是參加過的。 在台灣學生也聽到,你不需要馬上去上大學。 你讀話也有加貼兒,因為這不錯的。 最後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司法先生對於這些微語人,有沒有什麼想法? 他們的價值觀。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所以我對這個價值的,我覺得其實是,我覺得蠻無聊的。 但是我也不想批評他們,就是說,合理運用遊戲規則。 那家售宿店,其實也很成功。 其實也非常成功,我覺得是一個雙贏。 我覺得這一點很好。 其實我,如果在一個法治國家,有法律的極限的話,我們盡量不要在,我作為個人,盡量不要在道德上提供別人。 因為道德的價值觀會隨時改變。 那麼,就是說,怎麼說呢? 如果他沒法律,自然有法律,敢制裁他們。 所以說,我覺得蠻不錯的。 我們接近尾聲了,可是我還想討論一兩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討論一下,最近花蓮發生的這個事故。 那,我記得我前幾天有在電視上看到,石板先生有說, 台灣常常會把系統性的問題回舊於個人的問題。 不過我想這個悲劇會發生,某一部分也是因為專注力不夠吧? 我覺得專注力當然不夠。 我覺得,過去我在日本採訪了一個消防署的署長。 當時在我住的地方在雄國,我們負責的地方是在日本的奇遇線,一個鄉下,有一場大火。 然後呢,就是因為漏電產生的,就是電源那個插座太舊了。 而且用很多的插座插在一起,漏電人幾張大火。 然後呢,我後來就是有很大的商網,後來我採訪這個消防署的署長。 他跟我講,他說火災的話,至少有七個致命性的原因, 湊在一起,才能發生一個火災。 他說,你們光說漏電,這個當然是一個問題。 但是說,如果光漏電,不會發生火災。 比如說,附近放的東西啊,各種各樣的原因,湊在一起, 只有七個疏戶,最少有七個,可能更多,湊在一起的時候,才能發生一個火災。 那麼,花蓮這麼大的事故,絕對不可能是單一原因。 那麼,一定有很多很多系統上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政治上的原因。 那麼,在台灣,比如說上一季,三年前的那一場普悠馬出軌, 最後來的結尾就回到那個刺激操控他的問題。 那麼,這一次呢,又說這個好像某某人的開發商他怎麼操作。 現在,所有的毛頭只上他了。 那當然他有問題啊,他有問題。 但是說,有很多很多更嚴重的問題,沒有被忽視,沒有被檢討。 這樣的話,悲劇還可能發生。 因為這種奇奇怪怪的人會經常出現。 所以說呢,你要把旁邊如果有七個原因的話,你要把旁邊那六個原因全部消除了。 偶爾出現一個奇奇怪怪的人也不會那樣種悲劇。 所以說,我認為台灣的,我剛才提起講, 我認為台灣對於基礎建設,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不是很熱心。 因為基礎建設的話,需要投資大,時間慢,見效很慢,沒有選票。 往往,比如說你要做一個捷運。 比如現在台南那麼大城市,到現在沒有捷運。 這個和國際上的,這個規模城市沒有捷運的地方很少的。 但是台南為什麼不做捷運呢? 這具體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要修一個捷運,至少要十年時間。 一個市長任期八年。 他下決定,他越過同工難關,把預算請來開始開工的時候, 減採的一定不是他。 所以說,台灣的很多政治人物就往往的會更搞一些, 請一些歌星天后,換一個煙火大會,把人潮聚起來,這樣有選票。 更做一些比較短視的問題。 那我也講過,就是說,像花蓮去花蓮之間,叫陸賞,我去猜。 花蓮試過我去採訪,我當時租了一輛計程車,花了八個小時去的。 在陸賞,司機跟我講很多。 在蘇澳有一個大橋,兩年前掉下來,死了很多人。 然後太古閣的石頭經常掉下來,殺死人。 這些事情,如果加強基礎建設都可以避免的。 包括這次鐵路,這次鐵路只是今天掉下來一輛車,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負責人。 如果是下雨掉下來一顆大石頭的話,一樣會翻車的。 那麼為什麼不修一個護岸? 這種事情的話,我覺得,就是說,日本在2011年的東日本震災之後, 日本的自民黨就開始推出了一個叫國土強韌化計劃。 要花幾十年的時間,把日本的所有的公共建設重新點檢一遍。 要給它加強攻勢,加強安全。 就是要在天災的時候,讓傷亡減低到最低。 這個是日本自民黨這些年一直在努力推的事情。 這個是基本上沒有票的。 因為不出事,大家都認為安全的。 你花了很多錢,把它修好了,大家都是無感的。 但是這樣的話,才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台灣的要有一個思想的改變。 要把這種更長期的話的台灣的基建也應該做起來。 最近美國的拜登的刺激景氣也花了6200億做基建。 到現在為止的話,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不樂性花錢。 都說你馬上要不能債留子孫。 其實台灣的國家安全負債是非常小的,只佔百分之三十幾。 日本是百分之二百三十八。 日本當然是很離譜的。 但是說這個負債,其實安全留給子孫是更重要的。 這個就跟一個人,比如說我現在從銀行借很多錢買個大房子。 我住在大房子裡邊,我的負債很重。 然後你在租房子,你沒有負債。 並不見得說你比我強多少。 說不定還是我的社會性能比你還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想法要改變一下。 對,我覺得這個其實跟教育的想法也有關。 所以我們教育也是做長線的。 可是往往在招生的時候, 有很多學校就是把很亮眼的什麼東西拿出來看。 買了一杯照片,最大的宣傳。 可是,這真的是值得我們思考一件事情。 那我們到了尾聲,我想要以一個類似遊戲的方式來結束。 就是二十問題。 二十問題。 壞問壞答。 我問一句,你回一句。 然後我們就不討論。 我沒知道要做這樣的事情。 有一些問題是很奇怪的。 這跟他了吧。 當你也是最喜歡的事物是? 嗯,基本不去那個月室。 如果不做政治、國際關係的新聞記者, 會做什麼樣子的記者? 我喜歡文化學、喜歡文學。 在台北敢開車嗎? 不敢。 如果你可以擁有任何的超能力, 會是什麼能力? 我喜歡能夠透視別人的筆記本上寫的什麼內容。 這個對記者很重要。 當你在坐飛機的時候,最忍受不了的事情是什麼? 坐什麼? 坐飛機。 坐飛機的時候,我覺得還好啊,都可以忍受。 小孩說他想要寵物,你會給他們一支霧。 不會改。 我實在是很想回什麼曲。 殭屍末日來了,你除了槍之外,你會希望有什麼樣子的武器? 電劇 你很喜歡看這種電影的 如果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參與一些公益活動 你會希望參與什麼樣子的活動 照顧一些老人的活動 有哪一項技能或是領域你特別想要更強的 希望能夠短時間寫出很多的 提高自己寫作的速度 如果可以做任何一個運動項目的職業選手 你會選哪一個運動 多久 現在面臨著世界的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篇幅炸彈 在吃乳肉飯之前要不要先攪拌 要 當我們已經可以去火星的話 你會不會想去 不想 好 年輕的台灣人該增強的哪一項東西是最重要 可以讓他們變得更有競爭力 國際觀 你最喜歡的一部電影是 沒有 你訪問過最有趣的人物是 一個小學校 你覺得我會不會是一個好的新聞記者 對 還不錯吧 我下一個該訪問的人會是誰 我該訪問的人是誰 在台灣嗎 嗯 在台灣嗎 在台灣嗎 我馬上去找 沒問題 OK 那接下來我們會有一點點時間可以給當場的觀眾發問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do slider we'll just stand up and ask OK 所以這個 這個麥克風會流傳 然後只要有人想要發問就請舉手 當然你們會想詢問斯柏先生一些事情 不過想要問我的話也可以 呃 斯柏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幾乎每天都看成名官的節目 但是 一旦沒有你我就快點 因為我覺得你的觀點 非常獨特 那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一直想問就是 您待過中國大陸 日本 台灣 到底這三個地方的文化 各自有什麼樣的優點和缺點 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 中國的文化其實就是說 它的中華思想很強烈的 我覺得自己的自視優越感非常強 對別的文化不尊重 我覺得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 它對文化上很有自信 但是說呢 它的這種民粹主義 這種中華思想 其實也是中國文化的文化 我認為是一大缺點 那麼日本的文化是單一性太強 然後 然後 就是說 對 一文化的 接受 它不是像中國一樣 從下面 鄙視你 想改造你 但是說 對別的文化的拒絕性也是 滿滿強的 那麼台灣呢 其實台灣的包容性很滿強的 各種文化都能夠共存在一起 但是說 有的時候我覺得 就是說 看事情的格局並不是很大 比如說我在台灣 我講中國 就是 因為中國問題 在台灣的電視上 那些 中國問題的專家 他們基本上講中國 觀察中國是兩個點 一個是台商 一個是台辦 台商 就是說 台商在中國經濟裡面 也是非常非常一小部分 那麼台辦在中國的政治裡面 也是完全沒補足道的 一方面 但是他們只關心 中國的對台灣政策 那麼 比如說 美國也只關心美國對台灣政策 那日本也不只關心日本對台灣政策 那比如說中日關係怎麼樣 基本 基本大家都 也不是很了解 不是 想 不是很想了解 那所以我在陳廷官上 如果我講中日關係的話 基本上那個點擊率都很低 所以說 我覺得 應該再高一點的話 因為台灣 這種非常特殊的 國際地位的話 大家應該 更能夠有一個國際視野 來看台灣問題的話 我想 可能 會更全面 謝謝 好 您剛才提到說 國際觀是台灣民間非常需要的 其實很高的部分 但是 在提升國際觀 在看國際媒體的時候 我也發覺 因為來源太多 很難去判斷這個 Source 到底是可信的還是不可信的 大家請問 前輩您有沒有 給我們快速去判斷 好 國際媒體 按援的 角色 當然我覺得 台灣的媒體確實問題很多 就是很多的 就是其實 就明明知道 不是很確實的消息的話 他們也會放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大 我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 前不久在 所有 基本所有的人才放一個 中國的士兵 一群士兵 坐在火車上都在哭 然後呢 說是他們要去西藏的前線 然後這些人不願意去再哭 這個只要稍微有點嘗試就知道 如果這樣去前線的話 他們的上官是不能讓他們哭的 多影響士氣啊 在軍隊裡只有一種時候 是可以復原的時候 他們要離開自己多年的夥伴 要離開自己的部隊 這個時候可以放生痛苦 也可以被錄像 那很明顯是一群復原軍人 但是說在台灣的所有 而且我在某個電視節目 我還指出了 我說這個絕對不可能是去前線的 去前線的一定 不是那種 一定會虎虎士氣 大家更緊張是最重要的 這個哭是一種感情的抒放 你去前線之間 你只哭不出來的 所以說呢 就這次這樣的新聞 還有前不久 比如說有說一個 國嘩嘩的女兒 國西感的女兒 叫國甜甜 那也是假新聞嘛 但是所有媒體都來掛 所以說這種東西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小心 但是我覺得建議就是說 看一些比如說在日本的NHK 英國的BBC 這個美國的CNN 那CNN最近也有點奇怪 就是看一下多看幾下國際媒體 然後再對比一下才能媒體 應該是比較少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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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結婚但我沒有読到 我想我的主軸 用這個 就這樣講的 我的主軸就是說 你講到的自我認同 自我定位 請問自我定位 我們在座很多年輕人 到底為什麼會是天然獨 然後到底為什麼有一些叫神拜 剛剛也有年輕人叫 神拜他本身 他也很強調他的 叫做台灣土地認同的地位 第二個就是你另外一部分 就是文化認同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也很有意思 請問我們年輕的一代 要不要認同日本在台灣的50年的 殖民建設 謝謝 怎麼說 我覺得日本在台灣的統治時期的話 就是說 他作為一個統治者 也做了一些基礎建設 但是同時他對台灣的一些反抗 也有鎮壓 這些歷史我覺得應該客觀的 我認為台灣是現在 在整個亞洲裡邊 是最能夠客觀的來評價 這個歷史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那麼其實呢 就是說台灣的這種天 所謂的天然獨 香港我更感同身受的是 我2008年在香港 那時候北京奧運會之前我去香港 那個聖火通過香港的時候 我看到滿街 這個尖沙嘴 全部是揮舞的五星紅旗的香港年輕人 那個時候是香港的年輕人 對國家認同最高 對中國認同最高的最高峰的時期 但是說一轉眼 就是後來幾次 這個雨傘革命 現在後來的反送中 就是短短的十幾年 剛剛過了十一二年 整個香港的氛圍全變了 那麼香港現在 要求香港獨立的年輕人 已經超過台灣了 為什麼會出現呢 就是大家其實並不是 在心裡要怎麼獨立 而是人的最 有幾大欲求之中 第一個是溫飽的 這個生理上的欲求 第二個就是安全欲求 然後還有自我實現 尊嚴各方面的欲求 但是在中國 首先你要避入中國的話 連你的安全欲求都滿足不了 你可能隨時像香港那些年輕人 被抓起來 你可以像香港那些議員 被國安法抓起來 被生死不明 這種時候 台灣的年輕人當然拒絕 和香港人自己變成香港 我認為 並不是台灣的 這種國家的意識有什麼高漲 或者蔡英文政府做什麼 其實蔡英文政府 基本什麼也沒做 但是說 是因為習近平做了很多壞事 所以說 自然的造就有天然度 這麼一個現象 好 謝謝 還有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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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請問的是 您曾經在日本 有沒有想要 就是往政界去發展 還是說您嘗試了 有受到挫折之後 才安然做起者 還是說未來 您還是能有政治的報復 那如果說 未來 未來 假使您有這樣的規劃 也順利的在日本政壇有所發展的話 未來作為您是日本人 又是台灣的女婿 當日本和台灣的利益有發生衝突 比如說核實之類的 這樣的政策 您個人會做怎樣的 一個判斷和取捨 謝謝 我先說一下 首先我自己是 當然是非常想從政的 自己那個時候也在 我在簽業 我在簽業 也好像組織 類似我的後援會之類的 也打算出來選舉 但是後來呢 就是說 我們政經書 很多學長都出來選舉 我們學生都去幫助他們 然後就發現這些學長 太不學習了 基本上就是說 因為政治人物非常忙 所以說呢 基本上 就是不學無數的人 都能高票當選 然後呢 他們到國會能做什麼事情 其實也是 就是有極限的 另外一個我認為 就是當記者的話 國會上不管是提問還是被提問 其實很多的發現問題的 都是靠報紙 靠媒體 所以說一個媒體人 可能對社會的影響 要比一個政治人物更大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想法 後來我做一個媒體人 當然就是說 怎樣能夠 在政治上有想法的人 其實就是往往的希望 自己的想法能夠 就是現在這個社會上 這種 遊戲規則 這種制度 這些問題 有問題 自己的想法 能夠自己提供一些更好的東西 這是每個人從政的動機吧 然後 發揮影響力 但是我現在作為媒體人 我覺得也可以 從我這個角度 發揮一些影響力 所以暫時是沒有 發揮 沒有從政的打算 那麼剛才你講到 這個核實的問題 就是首先我對核實這種說法 我自己是 並不是很喜歡的 因為就是說在科學的檢證之中 日本的福島縣的食品 從來沒有一次 就是說超過這個放射 這個輻射的標準 所以說 這個這種東西完全是 台灣的一個政治上的一個炒作的問題 他把這種東西明明沒有污染的食品 給它命名為核實 然後通過炒作住民投票的方式 公民投票的方式 然後利用民粹把它否定掉的話 這種東西對台灣的進入國際社會 是一個有非常非常負面影響的 只能是對台灣的 說句話是 把台灣政治扯後腿的問題 那麼比如說美豬問題也是一樣的 美豬問題就是說 它並不是一個食品安全問題 而是一個政治操作的問題 這個 我覺得台灣如果想進入國際社會 所有的東西 一定要國際的標準 按同樣的規則來的 這是台灣的一個標準 你不能自己設定規則 我長期就跟打麻將一樣 你不能在自己家裡打麻將 說那個妖姬有公的有母的 只能公的能糊 母的不能糊 那樣就沒有人跟你打麻將了 對 你要參加麻將比賽 一定要跟大家同樣的遊戲規則來做吧 所以我們在附加封面 你們在做的 對 台灣人 你既然是沒有人 海外人 你既然是網絡 你 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